Hello 大家好! 澳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繼續審議新博彩法法案 有22名議員包括11名非委員會的委員 與澳門政府代表出席會議 四太梁安琦當然有出席 因為有些衛生場 有意見認為不少設衛生場的酒店沒有做分層登記 博企難以收購有關物業 在這裏要解釋一下 因為一般我們的住宅樓宇或商業樓宇 逐個單位可以賣出售獨立登記 但澳門的酒店成座做不到分層登記 不過委員會主席陳澤武引述政府代表說 博企或可能通過購買衛星賭場的少數股權 亦能以份額方式處理 例如衛星賭場面積佔整個酒店或不動產總面積 是十分之一 若有投資證明這十分之一面積屬於衛星賭場 以份額進行登記為賭場區域 亦可以繼續經營 博企只需要購買部分博彩區域 這樣好些 衛星賭場還有機會留得低 列席政府代表有信心 完成對衛星賭場的定義和分類 其實政府在去年7月至11月已經派完 巡視六大博企的不動產 並按淘擠或定歸屬政府的衛星賭場 否則不合資格的衛星賭場會被撤銷 並歸屬政府所有 博彩法修訂草案 一旦獲得立法會通過 政府會為衛星賭場提供三年過渡期 相關過渡期是由新博彩牌照生效日起計算的三年 至於員工保障方面 政府亦強調若屬於持牌博企的員工 必須由博企承擔責任 倘若屬於衛星賭的員工 就要按勞工法處理 這樣說其實衛星賭都有出路 不過關鍵就要看博企肯不肯跟你談 買你這個物業 如果不買的話 或者出價太低 衛星賭的老闆不肯製 這樣就可能有部分衛星賭 會退出市場也不一定 因為博企本身都有很多物業經營賭場 其實未必需要收購衛星賭 以及是不是要用這麼多錢 億億升去收購衛星賭呢? 加上市度那麼差 未來一兩年生意都不方好得去哪 所以博企都可能會想 未必有這樣的需要去收購衛星賭 加上博企一點都不急 前兩天呂耀東都說過 收購衛星賭問題言之上早 博企可以去到三年過渡期 最後一兩個月才跟你談 到時候衛星賭老闆急到跳舞 成交價不放高 所以可能有衛星賭會退出不攏都不頂 到時候打工仔最擔心 可能有部分打工仔會失去飯碗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阿拉和尋找一下 再見 拜拜